去万里的翡翠湾沙滩是热门休闲景点 但是美丽景色中却暗藏危机 在海水退潮之后 有民众发现沙滩上出现了大约50公分的尖锐钢柱 像是一只长矛 来这里玩的民众如果不小心被刺到了 后果不堪设想 海水面出现像长矛的钢筋物体 直挺挺立在沙滩上海岸边暗藏危机 这是在新北市万里的翡翠湾 沙滩看去一望无际 不过这长达50公分的钢柱 平常其实就暗藏在海水下 等到退潮后才会被发现 不少民众会到翡翠湾来冲浪 也有人专程来游泳潜水 家长会带小朋友来玩沙 享受亲子时光 要是一个不小心被刺到 恐怕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陆下之后万里翡翠湾这一段海岸线 其实常常吸引非常多的游客 这些钢筋铁条其实是藏在这些海水里面 呼吁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翡翠湾沙滩因为是国产署所有 过去租给民间业者使用 虽然业者拆除护网 但底下的钢筋疑似未撤除干净 才会潜藏风险 环保局也会请相关单位会刊协调 到后续怎么拆除 让民众能有安全休闲的环境 记得蔡热人新北报导